为了体恤在疫情期间 医护人员辛劳也响应512国际护施节 三立方幼儿园的园长刘助冠 特别捐赠8万元 希望透过小小爱心会平台 协助购买所需物资 转正给花莲县北区四家医院 小小爱心会一行人 在日前特别前往了三立方幼儿园 双方在进行完简单介绍过后 园长刘助冠就在现场所有会员的见证下 将8万元散款交付到 爱心会发起人游秀警的手中 而花莲有门诺、慈记、805 以及花莲医院的护士 他们坚守岗位 为我们在防疫工作上的努力 其实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 两年多真的是一个不算短的时间 那在今天护士节的同时 我们也请小小爱心会 帮我们转正这8万块的捐款 给这四家医院的医护人员 小小爱心会是由一群社会人士 汇聚爱心所组成 创会11年来秉持着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证人玫瑰手流香的宗旨 每个月固定捐赠百米 帮助弱势 虽然他们没有政府立案 也不曾开过收据 单纯只凭捐款公民路 在土地公庙前怼田交代 却还是收到社会的信任及肯定 其实不管是在两年前的口罩 还有防护衣方面 还有呢我们会及时的收到 人家跟我们说要需要什么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赞助 那昨天接到三立邦 天使恩典的园长刘朱冠 他告诉我说 他想要捐赠一些经费 给小小爱心会 我只问他说为什么不自己捐 他说他迟多年来一直看着 小小爱心会的足迹都花在刀口上 然后他很认同很肯定 这也是我们意外的一种成就 也意外的受到肯定 我们觉得很开心 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做就对了 小小爱心会表示 对于这次的8万元散款 除了会捐赠给刘院长 所指定的北区时间医院 每间1万5千元的物资之外 剩余的2万元 则会移坐6月份寒暑假 没有营养午餐的部分 来帮助落实孩童 希望能将这份爱心留存在 每个人心中 并被延续下去 记者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